好,我們今天神禁早來到南身圍 叮叮叮 好,我們神禁早今天來到南身圍 跟大家分享一下四個構圖的小技巧 令你一張很平凡的照片 都可以成為大師一刻的作品 第一個構圖就是尋前景 怎樣要留意一些東西呢 就要學會尋前景 令這張沒那麼悶 好,尋前景方面 首先避免樹枝 透過我們現在在南身圍 最多的就是樹和樹葉 透過樹葉可以做出一些不同的散景 令到你一張照片 由原先平平無期的一張照片 令到它多一點點前景 就會令到更加不同了 我們再試一張 第二個技巧就是找引導線 令到你一張照片的故事內容 比較豐富一點點 就不要那麼單一了 好,我們現在就找到一條樹枝 來做一個前景 因為現在很多相機都已經有反螢幕了 未必一定要趴在這裡拍的 透過這個樹枝 就找一個引導線 去拍我們的模特兒 然後拍出來的照片 就不會太有單調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就這樣平平無期地拍 大家可以看到 這張照片 和這張照片 都已經有分別了 透過引導線的方式 去拍這個模特兒 而第三個呢 只需要運用你電話的螢幕 去做一個倒影效果出來 隨時隨地都可以拍到倒影效果 當你拍的時候 就要透過電話的螢幕 去做一個反光的效果 盡量做到倒影 留意一下 其實它真的要用一個中長焦距 才會容易拿到你想拍的主題 第四個呢 我們就用一個比較特別的角度去拍照 那是什麼呢 好 我們很多時候拍照 就是在一個水平角度去拍一個模特兒 甚至是在一個物件 又沒有前景 就像普通的一張電話相片 但是如果你有留意的就是 在不同角度去拍一張相片 帶出來的效果就不一樣了 例如有時低角度 高角度 甚至可能以一個寵物角度的方式 去想像一張相片會怎樣 我們試一試低角度去拍一張 效果就會不一樣了 尤其是女生更加喜歡低炒去拍 已經令到腳更加長 我們可以看兩張相片 那一張剛才平平無奇 就這樣水平角度拍過去的話 那就沒什麼特別的 但如果一轉一轉角度 在低角度這樣拍上去的話 是不是她整個人已經拉長了 瘦了很多呢 所以在不同的攝影技巧的構圖上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除了用水平的角度拍之外 不妨換一個角度 低角度都看上去拍 都可能會有更加特別的效果 好 這四個攝影技巧構圖方式 有沒有令到你可以學會怎樣 拍一張漂亮的相片 令到它變成一張大師級的作品呢 今天我們這一集就先說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頻道的 繼續訂閱 繼續分享我們的影片 下集見 拜拜